接著要來關心的是有民眾募集到了一名機車騎士 他用左手催油門右手是錘放單手飆車的情況 讓人嚇壞了 另外在新北市的板橋 還有機車騎士一手催油門 另外一手是握住了單車 就這樣子一路上顛簸還差一點翻車 危險過程被後方車輛行車記錄器拍下 而警方也表示 這樣的行為已經違反了 這個駕駛最高可以開罰三萬六千元 開車上橋今天眼前這一幕真的傻眼了 一手催油門一手扶單車騎士沒再怕繼續直直向前衝 結果下一秒 騎過橋梁伸縮縫 一陣顛破差點就要翻車 誇張景象出現在新北板橋的新海橋上 騎士危險駕駛根本像在表演特技 影片被PO上網引發網友熱議 好危險 今天超過他 不然如果他出事 我在他後面我也完蛋 就怕一個沒注意出意外民眾直呼遇到也只能閃遠一點 不過此舉也已經明顯違規最高可開罰三萬六千元 一手騎乘扶重機 另一手牽引腳踏車之行為 以涉嫌違反道路交換管理處罰條例第四三條第一項批款 可儲新台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六千元以下罰款 危險駕駛不止這一樁 在台北市大陸路上 有民眾拍到機車騎士右手錘放 用左手催油門一路狂飙嚇壞其他用路人 影片引發迴響有網友說這騎士疑似右手有受傷 沒辦法催油門才會這樣危險上路 但警方說已經接獲民眾檢舉會依法處理開罰 也呼籲騎車上路可要把安全擺第一 千萬別拿別人跟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記得綜合暴動